白露新出数字专辑EP了 28岁时他说 30岁想发一张专辑 执行力强的白露 有目标 有计划 有行动 嗨大家好 我是白露 感谢大家支持我的全新EP My Odyssey 希望它能给你们带来成长的勇气 现在他带着他的数字EP来了 这歌手的赛道真的被白露闯进来了 却也迎来了许多恶评 都说EP太贵 小编看了看价格 三首歌12块钱 确实不算贵 男明星一天天开店 女明星却因为一张专辑12块钱被审判 拜托 恶意不要这么大 对于粉丝来说 88块钱能拥有实体卡 是件特别开心的事 白露曾经给粉丝逆应援40万 管天管地管粉丝钱包 对粉丝的爱是是有归影 他的真诚 永远是粉丝的必杀戒 谁懂粉丝要爱白露一辈子了吧 真的快别虐白露了 他曾说降低期望值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做不到令人喜欢 学会跟自己和解 没那种在该强大的时候 我一定是最强大的哪个 很少受他人的言论而影响 我只会自己影响制作 要用作品来说话 刚晚上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因为我是一个 很喜欢自我挑战的人 就可能所有人对我 觉得他能演催时宜 就有这种疑问 但我就是那种 如果你觉得我不行 我不会去反驳你 要我证明我自己的人 这么励志的露露 很难让人不喜欢吧 正能量的艺人身后 总会有一群正能量的粉丝 白露的正能量 不仅感染了粉丝 还感染了跑男的每一个人 不仅拥有正能量 还是一个妥妥的搞笑女 救命 真的被他的土拨鼠笑死 这个好 来 这个好 好像 黑熊 黑星星 过过过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还记得白露大声的说 牛奶皮肤白梦言 爵士美女白梦言 仙女下凡白梦言 真是白露做梦 都想删掉的黑历史吧 牛奶皮肤白梦言 爵士美女白梦言 仙女下凡白梦言 什么 白露不仅自己会搞笑 和周深简直是双向奔赴的病友 更像两个开心的孩子 难怪他们两个可以玩到一起 注意会 你们早的时候 一直吃老多东西 睡记酒也不会 他吃牛 他在嘴唇真的好厚 好厚 在最前面 那感觉他这个嘴唇的样子 像你吹口哨 白露是一个笑点很低的人 张若云评价白露 他的笑点太低了 他什么都笑 白露 我笑点真的这么低吗 笑实在是太模型 笑点也低 我喜欢笑点低的人 反正我感觉他什么都笑 白露果然是内遇的哈哈 从干净到满身泥 转身即逝的获得了一只泥沫 露露还能接到偶像剧吗 与其说实在忍不了 白露情消嫌两个冤家互相伤害 内斗组合太搞笑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白露 我当然不计仇 因为我有抽当场就爆了 别玩了 别玩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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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露能听听吗 能听听 耳朵 耳朵需要掏一下水 什么的吗 别弹我的对不对 别把手伸前搭 我知道我知道 你搞我 白露总是充满活力 无论是在片场还是在生活中 她的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感染着每一个人 让我们也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 所有美好都恰逢其时 让我们一起听歌 一起支持白露的新专辑 要唱起来要很轻松自然一点 就是该有泡玩又有泡